闪见台风从台湾南部海域过境 6号晚间为台东地区带来强震风及震雨 南横公路一辆小轿车遭落石杂重 造成有两个人受困车内 警销货报之后赶紧到现场来进行处置 另外在南回多梁段也传出有路数倒塌 压到了一旁停放的小客车 舍幸这两起事故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今年第20号的台风闪电 从台湾的南部海域扫过 6日晚间为台东带来的震雨以及强震风 并造成了落石集中车辆以及路数倒塌 压毁车辆的意外事故 6日晚间在台20线过新武桥往山上2至3公里处 有辆小客车遭到落石集中 整辆车差点掉进一旁的山谷 而车上的两名乘客都有差错伤并自行脱困 并有随后赶到的救护人员 送往关山奇迹医院进行包扎治疗 防止指挥中心接获民众报案 新武桥往立道方向3公里处有落石坦方 杂重之小客车造成民众受困 指挥中心立即派遣池上海关车主前往救援 池上海关车主行经台20线194公里处 与自行或困之民众接触 立即由池上91海关91 对两名伤所进行清理伤口包扎执行 后送关山持继 台风天行经 另外在南回400.5公里处的多两段南下车道 也传出有路数倒塌 压损停放在路旁的一辆自小客车 所幸当时车上并无任何人员 虽然台风已经远离 但如果民众要进入山区或是溪流 仍需多加注意自身的安全 才能够确保意外不会发生 记者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